针对朝鲜11号就韩美联合军演发出的警告 韩联社当天援引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 韩方将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 继续专注于促成朝美无核化对话 据韩联社报道 青瓦台一名高级官员11号在接受其电话采访时表示 朝美领导人核内谈判破裂后 有关各方一致认为 尽早重启无核化谈判尤为重要 从朝方近日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中不难看出 朝方对重启谈判有其考量 这名官员强调朝鲜外务省官员当天的表态 只是针对韩美联合军演并不会破坏对话的大框架 他还表示除非国际社会对朝制裁问题得到解决 否则韩朝经济合作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因此现阶段的朝美对话重于韩朝对话 就在此前一天朝鲜再次发射疑似为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计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日前写给他的信中 用大量篇幅表达了对韩美联合军演的不满 特朗普同时强调金正恩在信中还表示 一旦韩美停止联合军演 朝方就愿意停止试射武器行为 并立即开始相关谈判 对此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国内有观点认为 朝鲜今日采取的行动 均止针对韩国而不针对美国 朝方可能会重回通美丰难的轨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